狂轰贺锦丽 而贺锦丽则是闭关来准备辩论 而美国的共和党大佬 前副总统钱尼 则是在辩论前的关键时间间 是大动作来宣布倒戈 要把票投给贺锦丽 还抨击通道的川普 是美国的最大威胁 美国共和党候选人川普 前往摇摆州威斯康辛造势 一如既往的口出狂言 狂轰对手贺锦丽 是独裁的左派政权 如果让对方胜选 将导致美国走向世界末日 不过同时川普却遭到自家人背弃 共和党大佬级人物 兼美国前副总统钱尼 连同女儿前国会议员丽兹 破天荒宣布将把票投给贺锦丽 还抨击川普才是美国的最大威胁 气势如虹的贺锦丽 则是连世数天闭关 为下周辩论进行备战 由于主办方美国广播公司ABC 决定沿用麦克风静音 防插嘴机制 导致贺锦丽无法引导川普 食言自曝 必须紧急改变战略 而华尔街日报民调则显示 有关减税和物价抗涨的经济证件 最受选民关心 另外川普的封口废案 原定在18号公布量刑宣判 不过纽约法官宣布 为了避免判决结果 被解读具有干预大选的政治动机 决定将宣判日延迟到选举之后 记者吴贞 有关减税的证件 Jurid宣判